豪宅密室求少女66小時 已婚保全力圖 喜歡小女生控制不了 眾判11年半 你要跟姐姐姐走嗎 對… 姐姐為什麼要把少女帶走 大家還記得這張臉吧 沒錯 她就是尹保全羅玉祥 為了躲十年牢獄之災 去年在新竹住家密室 求盡14歲少女作陪 實在太壞了 現在法官應違反 耳少性剝削防治條例等罪 眾判她 32歲的羅玉祥曾任保全經理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誘拐少女了 2018年她就假借提供工作機會 在台北對兩名國中女生下手 迷婚她們後性侵 並拍下性愛影片 還把精益灌入不省人事的少女口中 手段相當惡劣 遭判刑十年定宴 沒想到她擔心被關 起義逃亡 在新竹母親的豪宅住處 打造夾層密室 想在這兒躲過十年牢 還不甘寂寞想找人作陪 因此在去年5月 羅玉祥就以找電競陪玩員為由 誘騙家住高雄的14歲少女打工 為了取信少女 每次工作後都會給她200到1000元不等的酬勞 讓少女一步步掉入她的陷阱 到了去年8月羅玉祥跟少女表示 有機會幫她轉成正職員工 獲取更高的報酬 騙少女北上新竹面試 當天少女就失聯 父母急壞了 趕緊報警並PO網斜巡 引起社會大眾關注 而警方在少女失蹤66小時後 終於在羅玉祥母親 新竹豪宅的夾層密室找到她 小手的密室 飲食衛浴設備應有盡有 看來羅玉祥早已做好萬全準備 還有一隻鯊魚娃娃 是給少女作伴的 少女指羅玉祥拿項圈恐嚇她 不乖就電人 讓她相當害怕不敢逃跑 警方在羅玉祥的手機內 發現少女的照片 她坦誠有迷婚少女 趁機對她拍攝不雅影片 還在偵訊時邊哭邊說 我就是喜歡小女生 我可能到四十五十歲 也是喜歡小女生 我只要遇到我喜歡的小女孩 我可能會控制不了 检方認為羅玉祥 觀念嚴重偏差 心理病態人格異常 再犯風險極高 將她起訴求處十一年徒刑 現在法官也意違反 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 已經未造文書罪 眾判她十一年六月徒刑 其他協助的共犯 包含羅玉祥的二十歲嫩妻 以及幫忙再送藏匿少女的 盧亦凡 王真浩 也都遭判八月到一年六月 不等徒刑 對此結果 網友紛紛不滿表示 動新聞高雄報導 Ivo莫不是報道 包含雲